彻底斩断缩婆想和发愿来生矛盾吗?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问,我们经常说要彻底斩斩缩婆想,与弥陀是愿无间隔, 可是平时念普贤行愿品,有发愿常得出加修境界, 有的大德也说要发愿来生再遇大乘佛法,遇明师,生生世世不舍菩提心。 这是否矛盾了? 红海法师答,实际上这二者并不矛盾, 只是我们的之间有点狭隘,打不开,不能够圆融会通, 所以自己把自己给绑定在那儿了。 这说明我们没有去正思违法义,然后才有这样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确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真的有待大众问法的功德。 首先诸位要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疑问, 是由于心量太小,把前生后世都锁定在缩婆了,锁定在人道了。 我们生生世世不一定都在人道呀, 在天道或者修罗道里面也有菩萨视线, 三恶道里面也有菩萨视线。 你敢不敢向的藏王菩萨发这种愿呢? 或许你不敢,所以只想着说从人道到人道。 可是要知道,从娑婆超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 他也是属于来生。 而且这个来生的愿, 要比依然在娑婆世界做人的愿要殊胜, 便急,快速, 究竟圆满得多。 为什么这样? 举例来看, 比如说发愿要常得出家修境界, 那么到极乐世界, 就是来生出家修境界呀。 因为净土没有咱们娑婆世界这种染爱之家, 在家已经了不可得, 何况再说出家呢? 没有这回事了。 极乐世界绝没有破界的因缘, 何谈持戒与饭戒呢? 已经不存在这个现象了。 所以修境界在极乐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事。 极乐世界的庄严相足以说明这一点。 你看, 以佛国土,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然后就开始说极乐国土, 七重蓝笋, 七重罗网, 七重行术, 这就是净土行者界定会所感的 庄严外相。 七重蓝笋就是指的守见守得好。 七重罗网就是指的定力坚固。 七重行术是智慧的心所照感的外境。 这不是任运修界定会吗? 所以怎么会矛盾呢? 再有说到, 大德开示说发愿要来生再能遇到大乘佛法。 我们有没有想过?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今现在说法, 说的什么法? 小乘法吗? 还是人天法呀? 都不是, 在我们这个世界才有大乘小乘, 才有世出世间, 才有偏远之法, 才有全时之法, 才有顿见之法。 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说的法, 水鸟树林宣流的法, 都是纯元独妙法。 法华经理念, 世尊到最后才开拳显时, 把这个究竟法说出来。 极乐世界不存在这些, 你往生了以后, 听到的全部都是圆顿法, 究竟法, 真实法, 纯元独妙法, 没有这些方便法, 还担心来生遇不到大乘佛法吗? 你要确保遇到大乘佛法, 还有比往生极乐世界再保险的吗? 这里又说愿我来生遇到名师, 哪个师比阿弥陀佛名呢? 对不对? 然后说生生世世不舍菩提心。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 你都不会出现在极乐世界。 如果你出现在极乐世界, 必然要认运勋习菩提心, 想不菩提都没办法, 想做自了汉。 没有这个法, 不见这种人。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些矛盾都是我们自相矛盾, 而不是真实法境中或者粮土的差别相, 更不是往生前和往生后出现的矛盾。 往生之后, 这些矛盾正好全部都给你化解妙。